天 这摩托车会这么打车 但我跑自己狗人都扶不起来 有阿核不想砍得起有点冷装 有这么打个有箱加满 跑起来在G100块钱 有这么打个特战 骑到什么样子 跑起来连路都砍不清楚 是的 这是大多数人 第一次看到旗舰滑翔的反应 就像它的名字那样 旗舰两个字 不仅仅代表它是配置最高的哈雷 更是代表了它是一辆 需要最高驾驶技术 才能去驾驭的一辆车 就像我之前的很多节目 说过这辆车一样 399公斤的车重 它绝对是属于 资深哈雷骑士的专属座驾 旗舰滑翔大载了Twin Code Milwaukee 8 114立方英寸 1868cc的发动机 在3000转的时候 爆发出164牛米的扭矩 740毫米的座高 如果是1米6以下的骑士 驾驭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22.7升的油箱 续航里程在350公里以上 旗舰滑翔的座椅 简直可以用大沙发来形容 舒适的座椅厚度 配合手保的角度 再加上宽大的前置脚踏踏板 即使连续行驶150公里以上 也不会感到疲倦和不适 如果说围绕一个字来聊旗舰滑翔 那就是大 大号的油箱带来了 很好的续航里程 超大的头罩 能够有效阻挡骑行中的风噪 降低疲劳感 超大的双侧边箱和后备箱 可以放下旅行需要的 所有装备和两个全盔 值得一提的是 旗舰滑翔也标配了 Reflex防御性骑手系统 包括弯道ABS 牵引力控制 阻力扭矩打滑控制系统 上坡辅助 前后联动刹车 以及胎压检测等功能 可以说是市面上有的 电子安全辅助功能 都全部配齐了 Bonebox GTS 影音娱乐系统 配置了四组 大功率的扬声器 屏幕也支持 CarPlay 导航投屏 蓝牙连接 车辆信息 查看等功能 同时 腿部挡风 定速巡航 加热手把 高亮雾灯 等等这些长途骑行 需要的必备功能 也都在旗舰滑翔身上 进行了标配 怎么样 最顶级的旗舰滑翔 有没有看过影呢 在过去的每一天呢 我都更新了一辆 最新的哈雷 想看的朋友 可以去翻看 我之前的视频 随着春天的到来呀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 骑行季 关注我 跟随我的脚步 看最新的摩托车 和祖国的大好河山